主席有請一下主委 請蘇芬主委 主委 因為你們的濫權、扣權 讓我們重感冒的都還得站在這裡 來捍衛這樣的一個處置的一個不公平性 來捍衛這個媒體的自由 剛剛主委在答詢幾多委員的答詢 我認為很多謊言、鬼話連篇 剛剛那個處長講什麼 怎麼連在那個開閘第一名 我跟你講第五,不是第一 前面還有好幾個 你們是怕亂 你們怕硬不怕亂 就是因為色彩不強、不聽話 你們就當這個媒體的紅衛兵 事實上我很同情主委 你們NCC裡面大概分三派 你是個人一派,你就一票而已 你來當炮偶 你來當炮威 第一,你的前任主委被逗走了 彭銀被逗走了 換你來,你很有勇氣 因為處理這個不是你主管的 你們有三四派 三派 主管的人不敢來 中幾位沒來 我剛看了 那你來當槍把 事實上 NCC 你這個國會給的權利 並不讓你這樣 剛剛你也哭嚨很多委員 你說這個是行政程序法第九三條 行政程序並沒有 給予你的權利 是從警告 划緩 再划緩 然後 停播 停播之後才撤照 你把停播這個程序跳過去 就直接撤照了 可惡在這裡啊 可惡是可惡人 撤照 這個罪刑犯案的內容 判刑的內 那個裡面都還沒有講 就把人家拖出去 槍壁 砍頭 砍了頭之後 還批評他死相難看 因為無兆人類 再 補罰一張210萬的罰款 有這樣的政府啊 這比強盜還強盜啊 像突圍 共產黨都沒有這樣做啊 哪有這樣 人家 這個還在行政程序 訴訟當中 好 你剛剛講 還在欺騙別的委員 說行政訴訟 我跟你講 12月29號 就是要開行政訴訟庭 那你們用訓連不及煙惡的 手段 毒死了 毒死了他的 行政訴訟的管道 連讓他訴訟都不願讓他訴訟 就直接把他砍頭了 群之間有這樣的政府嗎 你的權力那麼大啊 蛤 你們那個陳正昌 還講那個什麼鬼話連篇了 什麼核心或乳驚 難道要連帶 或是所有媒體 來跟你們剋頭 來跟你們感恩嗎 你們有那麼大的權力啊 所以 我要講你鬼話連篇的地方 你們只知道自肥 好啊你說 那個自破的事實 你不是你主要的原因 那你為什麼 我現在要求 六二馬上要換 六十幾家媒體 全部要換 換照了 你也同樣的標準跟條件嘛 你這樣才符合社會公平啊 為什麼社會 大家沒辦法接受 就是你的比例原則嘛 你跳過你的行政程序的處罰 不然你解釋 你搖頭你解釋沒關係 報告潘委員 這裡面 不涉及比例原則的問題 因為這裡面 我剛才也報告了 就是說在換照的部分 因為現行法只有換和不換兩種 如果是覺得現在目前 你今年二月已經給他換照了喔 今年二月換照喔 那今年七月 你告訴他 他這個已經在換照當中 裡面 你他已經提行政訴訟了 他書院委員會 因為項目不符被打回 不是書院委員會 不送你 書院委員會也點出了你的 這個財策裡面 協議裡面有很多諸多的問題喔 也點出來了喔 那你們 他在行政訴訟裡面 你也把路堵死了啊 你讓他怎麼行政訴訟 然後 超級有效率的 還行文給各個地方系統台 在禮拜三 馬上全部要看 沒看到這個 連在中夥台 有這麼樣的行政效率啊 你對政府的行政 制度性行政 你有做什麼處理 我先報告幾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 你不要站太多時間 你剪短就好 是 那個 在這個他提出高等法院 高等行政法院的這個 這個訴訟的這個部分 那 對於我們已經做的處分 本身是不受影響 因為一到書院法 跟行政訴訟法 這個本身是不受影響 但是當然 如果這個高等行政法院 做了任何的裁決 那個當然我們會尊重 這是第一個部分要解釋的 然後關於這個 剛才委員非常關心的 就是 未來的這些 就是 明年 就是一百年啊 那個 戒期要換照的部分 我們都會用 同樣的原則來處理 好 我們都會秉持同樣的原則 是 我想是 你那兩個附帶條件 都同樣下去嗎 條件的部分 是看他的情形 因為我們剛才說 有四個原則 所以你這個亂扯嘛 四個原則 同樣的條件 四個原則 對每一個媒體 你敢保證 你在國會這邊講話要負責 我是負責 每一個電視台喔 並不是 跟連帶同樣的條件 同樣的條件 我想我們當時是 基於一個有力的處分 然後來做這樣的考量 什麼叫基於有力的處分 是 你就本身 你就有輕重了嘛 副條件是對他有力的處分 那TPYA排在他前面 你為什麼不敢處理 因為他大台嘛 這個跟哪一個台是沒有關係的 我們都是依到他 申請換照的條件來審查的 主委 你這個喔 濫權到 你該管的不管 不該管的 管了一大堆啦 你這樣網路電視 你有辦法管嗎 呃 你有能力管嗎 如果委員提到這個部分 網路電視 看什麼樣的國家 在怎麼樣的管 你的登本 你在鬼話連篇啦 你也沒有法可以管啦 你也管不著啦 現在網路聯播 他IP 用在美國 你管到哪裡去啊 他用在中國 你管到哪裡去啊 所以根本在鬼話連篇 你自己帶動 台灣最難得的是在 一九九九年 廢掉出版法之後 大家大概 整個對於媒體的自由 從出版以外 現在比較嚴重了 在電子出版的這部分 整個媒體的 你用衛廣法 你用什麼法來詮制 事實上有相關廣告裡面 或是節目內容裡面 有相關的法案可以歸啊 你像兩性平權裡面也有啊 你像裡面的 你涉及到青少年有 兒少法 有兒童福利法 等等 兩性平權等等 這些都有包括 這個端立法 等等 都有相關法案可以歸 但是你就巧立明目 你就認為說 擴大解讀 這個應該處理 主委這個很沒有道理耶 您講的這個部分我不同意 因為我們沒有擴大處理 也沒有違法亂權 我們完全依照的是 衛廣法和行政程序法 來處理相關法 主委 那你講好 你說側照 你跳過了 這個這個 這個停播了 這個程序 側照有側照的要件耶 今天你剛剛講 在台湖很多委員 我在台下聽 很多鬼話人篇的呼嚨一番耶 違規跟違法不一樣耶 我報告委員齁 這個部分我們是以換照的條件來 衛廣法第六條來處理的 所以剛才也報告過了 就是換照只有許可不許可 如果委員對這樣的結果不滿意 換照你已經許可給人家啦 換照 你今年二月已經換照給他啦 你不要又呼嚨又欺騙別人不同 你二月已經換照給他了 只是你換照條件裡面 要求這兩個彈書嘛 要求他要達到 這個自破率40%吧 等等的這個要件嘛 所以 你用這樣把人家突然撤照 不是 我要告訴本會這個委員 是這樣的原因啦 不是他亂扯一通啊 報告委員 你今年二月給人家換照囉 報告委員 年代綜合台非常清楚 我們給他的是一個有力處分 而且也告訴他說 希望他不要再有違法紀錄 那有力處分怎麼會突然把它撤照呢 有力的處分就是希望他有改正的機會 這叫有力處分 這叫有力處分 有力的處分就是撤照 不是撤照 是換照附條件 萬會喔萬會你是學者 真的是 能夠變到這樣喔 真的是喔 我並沒有在變 對不起 這種學者齁 真的是 我不知道你真的到底要不要連 不要把NCC變成張CC啦 你還為你們童年教區 我真的是齁 我覺得好像是欸 你的童年 人家被你砍掉 那些員工 那些經營權 才教區啦 你要為你們員工教區 這什麼話 你什麼獨立機關 假借獨立機關之民來整肅 這個媒體支持啦 委員我不接受你說這句話 我不接受你說這句話 我不接受你說這句話 你不接受你的事情啦 你本身就是假借獨立自民來整肅支持嘛 你在當紅衛兵嘛 你在當警衛衛嘛 請不要人身攻擊 謝謝 我直接就講NCC所有的委員 我沒有 你拚什麼資格你當主委 我跟你講 你們NCC目前三派 你這三派裡面我知道我剛剛已經講了 我還替我還替你反夾 你只是替死鬼 你為什麼要去當這個整肅者呢 而且濫權到這樣呢 這是我們沒辦法接受的啊 獨立機關 只是一個謊言啦 欸主委 欸主席 我的時間還沒到呢 你不用站起來 獨立機關 我是希望說質詢啊 還是有消互捐助 他硬拗嘛 獨立機關 為什麼獨立機關也有任期制啊 為什麼朋友就趕快跑掉 我沒有人身攻擊 我哪有人身攻擊 剛才對 我說NCC不要成為張CC 也不要成為媒體的 整個整肅媒體 媒體自由的紅衛兵 又罪有什麼不對 你認為我這樣講不對嗎 我認為講得很對 也受到很多人的心聲 你們就 你們就 試著挑軟的吃嘛 那政府那麼多的自信 像我今天早上要來 剛剛在看媒體 還看到新聞局的那個廣告 我真的會笑死的 那新聞局什麼廣告 他說相信自己 相信台灣 因為我們治安很好 這人民不相信這個政府啊 治安有很好嗎 那如果那個廣告 怎麼過去再來 這個廣告 你應該去做政令宣討啦 你應該去做什麼防疫系統 什麼政令宣討 你為什麼這個你不敢處理 因為你是被提兵人嘛 報告委員 我們在衛廣法新修的法案裡面 在衛廣法新修的版裡面 我們已經新增了第十條 裡面是反對政府做置入信心 你反對 但是你問題有 有沒有積極作為主委 你就沒有積極作為嘛 監察院已經糾正在案了啊 監察院已經把陸委會糾正 而且對很多單位都糾正啊 監察院也提出報告 那你有什麼作為 權力在你手上 你都不敢作為啊 報告委員 是不是可以讓我講兩句話 是不是可以讓我說一下 目前廣電三法裡面 沒有就政府的置入性行銷 有任何的法律規範 因為這個是比較新的太一樣 但是本會是反對政府 置入性行銷的 所以我們在衛廣法 已經把這個條文放進去了 已經放進去了 反對政府做置入性行銷 那是你們被動嘛 你本人的提案嘛 你可以提法嘛 你只有做宣誓性的 口號沒有用啊 你要即刻行動嘛 國人看了這兩人來 監察院也報告在即 所有各媒體雜誌 你要上任之前很清楚啊 去年的財審雜誌 2009年的 就已經寫了統計 單單公務支出的 制度性行銷 高達17億了喔 還不含國營單位喔 還不含這些業務業配喔 只有公務支出的就那麼多了喔 那你看你們怎麼處理 您講的我深表同意 我也跟你一樣非常痛心 非常痛心 我也是持反對立場 你是痛心什麼東西 痛心這個政府這樣做 還是痛心你們自己 沒有去做這個處理 你是痛心什麼東西 報告委員 我們已經修法了 我們已經提報修法條文了 現在目前 因為目前的法律 是沒有規定的 報告委員 那你是痛心什麼東西 我不知道啊 我們痛心政府的制度的這個部分 那你要大聲講 對這個政府的這樣作為感到痛心 我想政府制度的部分是 大政府小政府地方政府都在裡面啦 我想政府是一個廣義的概念 謝謝 謝謝 范范范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 聲大監委員質詢